何池将大门玩出了八神的感觉 这是找到了属于自己大门的打法了吗 多对手的血越大越少 到死都留不下一个资源了 前河这个人有时候真的是很狂啊 单挑排头正几乎没敌手 而且容错率极低啊 你一旦被他压制板边 你有时候没有什么好招 你就死了啊 你就出不来了 他的打击范围还非常远 判定很强 伤害又高 这怎么玩 把气斩起来吧 对对对把圣龙很明显 把气斩起来 要死就死 资源留给大门 死也得留下遗产了 好 我们看何池的大门 踢倒 跳抓 跳低 反摇逼 直接正式 不过 刚才是空血啊 你如果说不正的话爆个气他也是死 爆气给加伤害 但是这样会浪费一个资源 所以应该选择一个正啊 好 刚 一脚 好 在刚 刚倒在地之后 也可以ab的哈 有bug阻碍的哈 有bug阻碍的哈 我全脚压制远了一点 我老二这个全脚八神啊 全脚大门感觉很像八神哈 打得对手动不了 好 好 跳 抓 哎 后后没出来 继续摸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和老二有时候不太适合玩这个大门了哈 他的大门的风格自成 体系啊 赌对手的时候 近身老是用拳脚来摸摸摸 有些人他就不给你摸 看得准就直接打你一套 好 跳西爹 涨一个气啊 再次杠倒 好 拍进板边一脚 继续摸 抬头 这一步啊 踩得有点高了 打点有点怪了 全都是全脚啊 你那个 拦住山的 好 再次拍倒 抛上符 抛上符 正 漂亮啊 全都是牵制啊 牛逼啊 好 关注学学 不会走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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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